和氏璧离起失踪 多年来变寻不得 谁也未曾料想到 他的再次出现 竟然给千里之外的赵国 带来一场严重的外交危机 十五座城池的诱惑 大军压境的威胁 皆是为了这块西式珍宝和氏璧 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 赵国君臣将作和取舍 而这场已完毕归照结束的 外交博弈背后 又涌动着哪些乱世风云呢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有一天呢 赵国有一位叫妙贤的人 来到街上 在逛集市啊 看见有人在叫卖一块美玉 他上前一看 哎呦太好看了 喜欢 所以这妙贤花五百斤 就把这封美玉买回家 这妙贤把美玉拿回家 就找玉匠去辨认 这玉匠拿起美玉 一看 哎呦你这叫和氏璧啊 怎么在你手里 这下 这妙贤花五百斤 获得和氏璧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赵王耳朵里 这回的赵王叫赵慧文王 这赵慧文王啊 就惦记着美玉 想据为己有 这不郑重妙贤下怀 拔不得了 哎 妙贤就把这和氏璧呢 送给了赵慧文王 赵王得到了和氏璧的消息 很快在诸侯各国间就传开了 终于辗转地传到了千里之外的秦国 秦王耳朵里 这会儿的秦王是秦昭相王 秦昭相王啊 就派人送信给赵王 说我要用十五座城 换你的和氏璧 这就是价值连城的处处 这下赵王为难了 陷入两难境地啊 你说答不答应这秦王的这个条件呢 如果拒绝和秦王交换 很可能秦国以此为借口 发动战争 攻打赵国 答应他的条件 对赵王心想 秦昭相王 野心勃勃 一直在扩张秦国领土 每拿下一座城池将牺牲上万秦国士兵啊 他怎么舍得用十五座城换我的和氏璧呢 其中必定有诈 怎么办 为难了 就在朝堂上召集猛朝文武商量对策 这个时候妙前站出来了 说我手下有一个门客 他叫令向如 这个人文武双全 志勇双全 敲舍如簧 能言善辩 他一定会不负使命 赵王同意了 就这样 令向如啊 带着和氏璧来到了秦国 见了秦王 这双手把和氏璧奉献给秦王 这秦王结果和氏璧啊 又反复欣赏 哎呦 那叫爱不释手啊 令向如心里很清楚 这秦王压根就没有用十五座城换和氏璧的意思 可是怎么办呢 这和氏璧已经落到了秦王手里 怎么才能把这和氏璧从秦王手里要回来呢 想了想 有主意了 他就对秦王说 大王啊 你们都很欣赏这和氏璧是吧 你们看出来没有 这和氏璧虽然非常精美 但它上面有一道瑕疵 哎秦王一听说 我怎么没发现呢 哪有瑕疵 马上传令 来把这和氏璧拿过来 交给这位大夫看看 瑕疵在哪 这和氏璧啊 就交给了这令向如 令向如抓住和氏璧之后 立刻倒退散步 背靠在石柱子上 大声的对这个秦王说 大王你 拿着和氏璧 踏完之后 随手交给你的属下 看来看去转一圈 只字不提 用十五座称 换和氏璧这件事了 好 如果你不答应 那我就把我这和氏璧 摔在这石柱上 我当场撞死在你面前 哎呦 不就是十五座城吗 来人 把地图拿来 下人把地图拿过来 打开地图 从这儿到这儿 一共十五座城 从你往后啊 归你们赵国了 李向如表面上 接受了秦王的这个表现 然后又对这个秦王说了 我们赵王为了用这和氏璧 换这十五座城啊 摘进了五天 然后在朝堂上啊 隆隆地举行了 这个和氏璧的赠予一事 那和氏璧啊 天下著名的宝贝啊 不能轻易地这么交换的 所以我要求大王您呢 也得摘戒五天 然后也得举行隆重的 接受一事 本来秦王根本不想理他 不必费这个周折 可是看这令向如抱着 这和氏璧不撒手 说不定一生气真摔碎了 只好答应令向如的要求 好好好 我去摘戒 这令向如啊抱着和氏璧 回到下榻的宾馆 他知道这秦王不会说话算话的 马上就来一个手下 穿成那商人模样 把那和氏璧包好 藏在身上 赶快溜出秦国 走小路 前回赵国 五天之后 这秦王摘戒完了 朝堂上布置好了 隆重的这个仪式 就把那令向如从宾馆叫到朝堂 准备举行和氏璧的交接仪式 这令向如来了之后 就对这个秦王说 大王啊 当你们秦木工开始到您这一天 你们秦国有二十位君主了 没有一个君主说话算话的 为了不让我们赵国受损失 不让我们赵国上当受骗 我已经派我的手下 带着和氏璧五天之前 出了秦国回赵国 现在已经到了赵国了 我知道 我欺骗了大王 随你处振 这秦国这君臣一看 事已至此 面面相去 怎么办 身边有人就建议 把这个令向如拉出去惩处 严加惩处 请朝霞王心一想 事已至此 你就是杀了令向如 这和氏璧已经不能到手了 算了吧 还是好生款待他 就这样 令向如大智大勇 能言善变 终于既避免了一场战争 又没有让和氏璧落到秦王的手中 自个儿又全身而退 回到赵国 这就是典故 完毕归赵的出处 有人就怀疑说 你说生性贪婪 残酷的秦昭相王 怎么可能放弃这和氏璧呢 怎么又能让令向如 欺骗了他 还全身而退 完毕归赵呢 其实啊 这秦昭相王 他是个政治家 野心勃勃固然不假 但对这个玉器的收藏 基本没兴趣 他之所以提出来 用十五座称 换这个和氏璧 根本没有诚意想换这和氏璧 他是在试探赵王 你说一个堂堂的秦国 秦王为什么要试探这位赵王呢 难道秦王怕赵王不成 这秦王啊 倒不是怕这位赵王 是怕赵王他父亲赵武陵王 说起赵武陵王 那可是战国中后期 赵国一代杰出的君主 他在任的时候 推行的叫胡服骑兽 也就是一改中原打仗啊 穿着宽大的袖子 穿着统裙 站在车上打仗的传统 学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打仗 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 这就使得赵国的军事实力 得到极大的提升 迅速平定周边很多诸侯小国 甚至打败了北方的林湖和楼藩 两个游牧民族 建立了云中燕门和戴三个郡 修了赵国北方长城 使赵国成为中原六国最强大的国家 在军事上仅次于秦国 是秦国向东 一统天下最大的障碍 而且赵国强大之后 向西虎视眈眈 咄咄逼人啊 所以秦昭湘王对这个赵武林王啊 真的有几分忌惮 再后来几个儿子争权夺利 把他这当爹的 幽禁在王宫中活活饿死了 这秦昭湘王听说这个消息 大喜过望啊 赵武林王一死 心头大患被除掉了 可是继任的这个赵王 跟他爹是不是一样呢 如果跟他爹一样的强势 那不是继续成为秦国的敌人吗 那怎么才能试探一下 这个时候传来消息说 赵汇文王得到了和事弊 这才想出了一个计谋 要用十五座城换这和事弊 他根本没有要拿十五座城换和事弊的诚意 他就是想试探你赵王什么态度 如果你这新任赵王跟你爹一样强势 你一定会一口回绝 可是这赵王啊 中了秦王的这个轨迹 他果真未占献切 人家秦王提出要求 他马上派令相如带着和事弊 来到了秦国 这秦王就心想 你这赵王跟你爹呢 就不是一个从事了 你这是典型的是怯懦 所以你这赵王跟你这赵国呢 将不堪一击 所以虽然这令相如是大智大勇 让这个和事弊 没有落到秦王手里 他自个儿也全身而退 完毕归赵 但是毕竟在秦王面前 暴露了赵国的软弱 也就助长了秦国向东发展的野心 所以几年之后 秦国就发动了对赵国的进攻 很快拿下了赵国的石城 这石城啊 本来是魏国的土地 后来被赵武陵王拿下 就控制了黄河天险 准备向西进攻 现在被秦国拿下 秦国就控制了黄河天险 从此不断地向赵国进攻 之后发生了赵国和秦国之间的长平大战 这一战赵国输惨了 四十几万大军被俘 全部被坑杀了 赵国元气大伤 国力一蹶不振 公元前228年 秦军长驱直入 攻下了赵国首都汉担 赵国国王那会儿叫赵幽庙王 被俘成了秦国的战俘 秦国把赵国给灭了 请不吝 ate